流星宇世纪剧情大揭秘 三角恋怎么回事 这种三角恋的关系变得很复杂 红花记者情归何处 雨薰是我的女朋友 我有义务保护她不受别人的骚扰 大结局已遭泄密 最终 我们能泄露剧情呢 最后的结局 舆论无极限经已独家爆料 流星宇世纪大结局遭泄密 对哦 这个一起又看流星宇的剧情 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相信很多观众都跟陆丽一样 会非常好奇 不过呢 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 那各路粉丝的探班 也是让这个剧呢 剧情的相关信息 在很多的论坛 还有贴吧都呼之欲出 那有关剧情的各种猜测 来猜测去也是屡见不鲜 所以呢 与其让一些不明来源的消息 来泄密剧情不妨 还是让剧组的各位主演 来给大家亲自解答一下 有关剧情的各种学义吧 全一一 大结局已遭泄密 在上一部一起来看流星宇中 带着兴许遗憾的大结局 让人唏嘘 同时也给续集埋下了伏笔 我们是不是很久以前就认识 你叫什么名字 来收获成长 直到遇见了你一起分析 作为续集的一起又看流星宇 大结局又会如何设置呢 此前在一些网友的帖子里 甚至就已经爆料 大结局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办的画面 那么真正的大结局 究竟是怎样的一副场景 还是让男一号张翰来描述一番吧 对 其实最后的结局 应该算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大结局 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充满了希望 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 并且大家通过这一系列的经历 都有所成长 悬疑二 三角恋是怎么回事 与前作中两位男主角 与楚宇群纠缠不清的三角恋不同的是 在一起又看流星宇中 新加入的女二号 也就是由谭琳娜饰演的蒋原 卷入了云卡和宇群的感情纠葛 造成了一场新的三角恋 你又来了 这么大太阳 你也不是戴这样的帽 蒋原 一边有吃的有喝的 别客气啊 身为始作俑者 扮演慕容云海的张翰 面对这段与两位女主角 纠结不清的三角恋 似乎也有些剪不断理还乱 他们三个这种三角恋的关系 到刚才那场戏变得很复杂 在续剧中 由于云海的失忆 郑爽扮演的楚宇群 男保正牌女友位置 半路刹车的情敌对手蒋原 也毫不示弱 是 因为 因为丽娜就是 她在里面饰演的人物 就是属于那种很热情的女孩子 她有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然后也许宇群觉得 哇 就是 她就很热情 比她抢先一步 那其实你肯定会有点难过的 于是 为了多会属于自己的爱情 郑爽也将 初属于群演绎的比第一部 更有勇气 也更有爆发力 而作为续剧中的新面孔 谭琳娜扮演的蒋原 也是个为爱执着的女生 而她之所以卷入这个情感漩涡 却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 遇见了对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拍的是 学校的天台的一场戏 然后我跟郑爽就 因为我们当初不知道 我们两个是喜欢同一个人 然后后来才发现 我们两个喜欢同一个人以后 就小爽就挺 就是郑爽在里面演的 宇荀这个角色呢 就是 就反正就跟我 跟我撞了呗 就我们两个都完全不知道 是喜欢的是同一个人 这两个不同类型 却同样可爱的女生 会让慕容云海如何选择呢 我导演跟我之前说了 说这个镜头 有你就有张罕 有张罕 你就有你就一定是两个人一起 同时的 一到同时哭出来 就是 对 悬疑三 护花使者情归何处 在上一部中 于昊明饰演的端木磊 始终默默爱慕着初雨萱 也默默守护着初雨萱 这段只求付出 而不求回报的真情 也打动了不少的观众 雨萱 其实我心里面 一直隐藏着一句话 你知道吗 你是我唯一一个 一生想要去珍惜的女孩子 从今以后 让我来守护你 好吗 那么在戏剧中 这位护花使者 还会跟初雨萱 有什么感情交集吗 没想到 你主角郑爽 给出的答案 却让人有些意外 我跟游耀明 没有什么感情戏 究竟端木磊这位护花使者 情归何处 还是张翰给出了答案 他对雨萱 真的就是那种 朋友的关心了 然后他的感情线 就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对 谁啊 我不知道 余欣嘛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你干嘛要说出来啊 哦 sorry 而这位余欣 正是上一部中 于端木雷 有着一段 不了情缘的 美丽女老师 端木 我知道你不敢去面对 那我帮你去面对 我们重新开始 好 经历了第一部的遗憾分手 在续集中 于欣和端木磊 又将会如何重拾这段感情呢 最后感情发展 但是大家还是要看剧了 对啊 然后其实 我姑气吧 对我 因为现在我们还在 就是琢磨这个剧本 对于这段在剧中 被称为钻石原矿的师生恋 余浩明也同样 充满了期待 师生也 看起来 他也没有比我大多少 对 就我还是 看起来蛮老的 对 我也蛮小的 对他比较年轻 他比较年轻 对 哇 好想看哦 虽然 刚刚有给大家揭秘了 这么多有关 一起有很流行语的剧情学疑 但是呢 这部剧还是有着 更多的精彩之处 值得期待 所以呢 还是让我们来期待 电视剧的真正播出 不过呢 除了刚刚揭秘的 这几代学疑 大家其实还会 太多的话题想了解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跟 一些热点话题 然后来跟几位主演 来一个你问我答 你问我答 请问目前的拍摄 进度如何 剧组什么时候去深圳呢 根据记者 此次探班所得到的消息 目前流行语2 已经拍摄过半 在厦门取景的部分 也进入到收尾阶段 剧组将于本月28号 集体仪式深圳 继续拍摄 因为去年 在东部华侨城 拍摄了很多浪漫的场景 然后今年 童谣也会去那个地方 然后包括在深圳 还有一些重场戏要拍 所以特别期待 你问我答 请问剧组有一辆 写着雷震宇快递的车 是做什么用的呢 为什么要叫雷震宇呢 其实这辆车 是流行语2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 而且跟剧中的男一号 慕容云海 有着密切的关系哦 所以有关这个问题 我们派出张翰同学 来为大家解答 那辆车是就是剧中里面的 一个云海开的车 他开了一个快递公司 还是什么的 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 这个快递公司的名字 就叫雷震宇快递 你问我答 我看了前几天 娱乐无际线的 他班宣传片 请问张翰和仲爽的吻戏 是借位还是真吻呢 这位同学 你的问题有点八卦哦 不过谁叫你是 我们的热心观众呢 索性我就豁出去回答你吧 乔乔告诉你 张翰和郑爽是剧中 唯一有吻戏的演员哦 至于是不是真吻 我们先看片段 答案就在其中 那场清道了 对 镜头看着比较模糊吧 对 就是也许 有的时候剧本要求 就是那种比较搞笑 就突然两个人 很深情的时候 一下一个什么点就出来了 对 出乎意料 你问我答 请问流星雨二 会继续使用配音吗 可不可以用演员们 自己的声音呢 其实从第一步看 我觉得配音肯定是给我的 不管是表演 还是剧情上面都加分了 应该是配音 来用我普通话补怎么好 我倒是希望可以 可以就是 可以弥补这样的一个遗憾 但是不知道 剧组最后是怎么安排 对 Matejna的感觉 我们下期再见 好